廣告回來之後,我們看看今天的地方新聞 2014年洛杉磯元博覽會再度在加州波芒納舉行 今次博覽會不單包括傳統的嘉年華 更有中國花燈為這個傳統的西方園遊會增添了中國風 除了傳統的遊樂項目 還有比以往更多的美食甚至美酒供遊客品嘗 這一行佔地超過2.5英劇以露天公園形式推出的花燈戰艦 由75位來自中國自共事的彩燈藝術家 以3萬多個精緻燈泡組成 將博覽會的夜晚裝點得熱鬧非凡 遊客不單可見到包括萬里長城、荷里活地標、巴黎鐵塔等世界著名景點 以巨型的彩燈方式、靈活呈現 亦能見到熟悉的巨龍、花燈和寶塔等等 彩燈大展至8月29日起 每晚6時開始展出直到結束 博覽會的一大吸引力就是美食 今年的博覽會匯聚了世界各地超過300種食品供遊客品評 包括墨西哥、意大利、亞洲、希臘等風味 以及洛杉基當地知名的餐車、酥炸、串燒、甜品、烤肉、朱古力醬甜品 滿足遊客不同的口味需求 更新增了拉麵漢堡、士拉叉辣椒醬熱狗、柳島蛋糕熱狗等 另外超過70種的遊樂設施 埃斯梅拉達巡迴馬戲團空中飛人表演 以及葡萄酒、烈酒和啤酒的家釀品嘗和品種課程 在那裡你可以學習什麼是美酒配搭食物才最美味 欣賞美酒的同事還可以學知識 另外進入博覽會的都會區英雄館 有客中能夠近距離見到蝙蝠盒、蜘蛛盒和超人 第九十二屆洛杉基縣博覽會8月29日開始至9月28日 今次博覽會並會與可可樂合作 提供遊客優惠的套票 原價28美元的樂園博覽會和中國花燈合併入場券 只售19美元 遊客可使用優惠代號Coke享受優惠價 天涵維士記者王蔡採風報導